大家好 我是吉恩 哈拉特 大家好 我是Jill 在當代藝術的市場上 點點女王草菅迷生的聲望 已經是如日中天 但是她其實是與當時期 同時發展的藝術家 Andy Warhol 晚了幾十年才受到注目 草菅迷生 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帶我們去看看吧 身為菜苗批發商之女 家庭其實十分富有 草菅迷生對於種子 蔬果這些體材是十分熟悉的 草菅迷生也特別愛好植物 更因此南瓜 後來就成為它的標誌物件了 1994年的作品《南瓜》 是草菅的第一件戶外雕塑作品 賴戶內海藝術季已經是指導的地標 今年被颱風吹落海中 也成為大家口中史上最嚴重的農損事件 的確也是 草菅迷生最大南瓜雕塑拍賣破紀錄 超過了700萬美金 要了解草菅迷生的繪畫 就要回到她創作的最初 愛的反面 也就是厭惡 她對身體、家庭以及性的厭惡 她的厭惡來自於父親外遇 母親還逼她幫忙監視父親 也來自於母親對她的高壓管教與體罰 還有家庭以理想主義為女性設下的規定 她想卻開車 母親會說嫁給有情人就有司機 她想當畫家 母親還告誡她不如當個收藏家 草菅迷生小的時候 從10歲開始就開始做畫 當時她為母親畫的一幅素描 背後的花瓶上面布滿了點點 就表示她從小其實就遭受了幻聽幻覺之苦 而當時父母其實並不支持 也不贊成她做畫 每一次她畫了一張畫 母親就拿起來撕了她 家庭的壓迫 加上10歲開始左右產生的幻覺 草菅迷生以繪畫進行自我療癒的人生 她反覆畫下這種被稱為自我抹消 Self Obliteration 的幻覺畫面 也就是把自己和周遭的景物界線逐漸模糊 她自己慢慢被抹去的狀態 透過原點和網的蔓延 草菅描繪出個人與世界之間的界線 完全消失的幻想 藉此實現了無限擴展與自我消影的境界 草菅迷生成長期間正是二次世界大戰時 草菅迷生非常難以接觸外界的訊息 加上當時師生學習的風氣十分的封閉 所以草菅迷生開始對西方的藝術 產生了莫大的興趣 伴隨著憂鬱症而來的 就是跟失眠無止境的奮鬥 1957年草菅迷生搭上飛機前往紐約的時候 當時她俯瞰著太平洋的波紋 那其實就是她當時無限的網創作系列的源頭 草菅迷生抵達了美國 不會說英文也沒有朋友 住在紐約破舊的公寓裡面 無限的網成為她唯一的寄託 當時她也遇見了一生最好的朋友 Donald Job 在當時是逸品家 她用200美金買下了草菅迷生的 第一張無限的網售出的作品 當然到現在這張畫已經價值超過700萬美金了 她甚至還以藝術記者的身份 為草菅寫下了第一篇一品 發表於1959年10月號的藝術新聞 Job稱讚草菅是相當具有緣創立的畫家 在概念和執行面都非常先進 而且創造出了既複雜又單純的效果 草菅則是曾在自傳裡寫著 Donald Job是我在紐約藝術界的第一個密友 她是第一位購買我作品的人 日本一品家東眼芳明將草菅民生視為後廣島世代 這群藝術家的作品是由瓦力 死亡的氣味和戰後的社會混亂局勢 構成了作品中的日本特質 1962年草菅開始創作一系列雕塑 這些雕塑由日常的物品組成 這些物品覆蓋著眾多柔軟的洋具形體 並且塗成白色 在積累系列中椅子梯子衣服甚至沙發上 都滿布著洋具人造花或者是意大利的通心面 1965年的時候 草菅民生的無限靜聽裝置第一次展出 當時早期的這些作品也都預告了之後 草菅民生成熟的走向 所有的點點從當時四面靜射的房間 裝置物都是無限的洋具去折射 慢慢的也爬升到南瓜 以及它所有人的造型上面 多摩美術大學的校長劍田哲 也就是邀請草菅民生到威尼斯展覽的策展人 更是現在草菅民生美術館的館長 他就說到草菅民生的藝術作品有兩個黃金時期 第一是早期在紐約的時期 第二是後來的我的永恆靈魂系列時期 讓我們一起沉浸在草菅民生的作品裡面 進入他永恆靈魂的綻放 在草菅民生的紀錄片裡 你可以看到他不用打草稿 就可以盡情的用身體去揮灑所有的點狀 無限的網以及所有的裝置 所有的藝術像是從他的心裡長出來一樣的自在 他整個人的人生在當時就已經預告了 接下來所有的一切的創作 都將是以他的人生為核心去發散出來的 Hello Art 我是吉兒 喜歡今天的節目請按下訂閱還有小鈴鐺 跟著Hello Art 美學再也不陌生